欢迎收看关系的时刻 台米台风的中心点虽然已经离开了台湾 可是它的外国环流 还有它引进的西南气流 还是肆虐着整个台湾 我们知道现在的台米台风 它的本体已经是风强宇宙 它进到台湾已经是一个强台的整齐 我想到它对于花莲 对于整个东部地区造成极大的伤害 可是没有想到 它引来的西南气流 对整个南台湾特别高雄 整个高雄几乎都泡在水里面 而且这个局域带还继续地进到台湾 你现在看到的时间里面 整个云林嘉义台南 大雨继续磅礴地继续下降 而且这个雨看起来还会持续当中 对于台湾的灾害还会持续当中 所以大家必须要高度建备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气象的变化 真的是越来越快 而且这个海米台风恐怖的是 它就像是一个会吸能量的怪兽 它竟然把周边的整个低气价 全部都吸引在里面 现在离开台湾之后 它要直估中国而去 现在中国也在高度戒备当中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别人在台湾首颖的财经专家 黄车松文 您好 您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门铁人赵允轩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门铁小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门铁林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气场专家郑哲盛 大家晚安 好 第二位是政论专家林领辉 大家好 好 走 我们前天就讲了 这个海米台风千万不可以小虚 它本体已经非常的巨大 而且本体非常快速在集结当中 不但它快速集结造成极大的伤害 更可怕的是 它引进的这个西南气流 我们注意到 过去我们刚才知道的凡纳比台风 过去的莫拉克台风 对台湾造成的重重 最严重的 都是引进的西南气流 它会带来大量的雨量 结果我们看到 现在高雄 这个地方雨量累积 已经上修到了2200毫米 这个等于说是莫拉克等级 也难怪说整个高雄市 完全泡在水里了 没错 这个凯米台风来说 目前为止 已经逐渐要往中国大陆而去 但是它带来的这个西南气流 或是西南风 造成了南部非常大的损害 保健 现在为止来说的话 高雄很多地方 其实都完全泡在水里的一个状况 屏东也是一样 它下这里 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为止的 这个雨量是世界级的等级 世界级 因为它下了快要2000毫米 你知道这个量是相当相当巨大的量 你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高高屏这个地方 对 它的一天时间把一年的雨量给下完了 但是问题是 现在要留意一点是什么 云加南加以南要特别小心 保健你看现在 现在这个整个红色的部分 它叫什么 雷雨包 现在雷雨包靠近了云加南这一带 这个闪电的地方就是雷雨包 对 它现在持冲台湾 这个区域 就是云林加以台南 对 云加南目前为止 现在这个 因为我们录影的时间5点多的时候 现在正在下大雨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现在 你看它这个移进来 你看中心有非常多闪电 对不对 保健闪电越多表示 它的能量越大 它可能过来之后 会吓成这个瞬间暴雨 所以你就知道 是让目前为止来说 中南部 而且你看这个所谓云雨 但还是相当大的一个范围 都在中南部 所以中南部真的要胜防 还有持续降雨的这个可能性 好像讲说 怎么这一个台湾台风 对台湾的灾害这么严重 刚才讲 因为你所有最不利的状况 全部集结在一起 包括外围环流 西南气流海水道怪 水库满水位 大潮还有这个台风 进到台湾的时候 它居然归宿起来了 对 没错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 这个今天来说的话 大家看到灾情最多 出现在高雄市 那为什么高雄市会这个样子呢 保健 主要原因是因为 目前为止来说 雨量真的下得很大 你看我们目前为止来说 把这个雨量 向上丘到哪里 你看 这个高雄屏東这个地方 雨量已经上丘到 1800到2200了 任何一个地方 下动雨 完全都承受不住 这不就等于是 莫拉克等期了吗 完全都承受不住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会玩 为什么目前为止 高雄会几乎说 前市好像大部分都泡到水里 主要原因有非常多 七大不利的条件 全部集合在这个地方 七大不利条件 第一个是台风的外围环流 它刚好就往这样吹的时候 就这样吹进来 再来就是说 它不是夹带非常多的西南风 我们这边过来吗 刚好就碰到什么 海水倒灌 然后我们目前为止 南部很多水库都满了 所以它没上游已经满了 像现在白河水库 南化水库 真文水库都在泄洪 所以我们刚刚南化水库 那个泄洪的状况非常壮观 全部都满了 而且你知道 现在又碰到什么大潮 然后它现在进入中国 又在那边归宿 归宿之后又引进来 然后再加上说 我们本身 本身这些沿海的低洼地区来说 很容易进水过来 所以等于是 七大不利因素之后 集结在高雄市 所以导致高雄市 今天我们看到它的灾情 真的是相当严重的一个情形 而且你看到的 现在它不只是高雄 你看从桑花以南越 在南部的地区 基本上都会受到 这个台风的试虐 你看到包括我们的 卓水西 猫螺西 巴掌西 包括高雄西 二人西 全部都大造 对 中南部所有的西 都要非常小西 而且现在不是只有台湾 你看已经造成什么 菲律宾 菲律宾马尼拉那个地方 已经造成了 十二十六十万人 撤离的这个状况 你想菲律宾那么远 菲律宾也是一样 它也是这种外围的雷雨包 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之后 造成大暴雨 你说它只是红台北 骚过你啊 对 那你更不用讲 中国现在完全提高警戒 他们说十七级的蜂王隔美来了 所以现在浙江啊 或是说这个整个福建 都要绷紧神经啊 你说中国撑这个凯米台风 叫做整个西太平洋的蜂王 对 因为它的确相当相当强 好 那我们就讲嘛 刚才宝洁提到就是 中南部几乎所有的河流 完全都暴涨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从比较北一点的 这个南头的猫罗西 这个地方来说 已经目前为止完全暴涨了 很多人就说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高的周围 几乎很多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周边的区域里面 对 人全部要撤离了 对 没错 那你看水位高到什么程度 这是佐水溪 佐水溪也是一样 它之间呢 它的体呢 破了一个大洞 就有点类似我们之前在看这个 中国的体破大 它也破了大洞中 这就从GK 对 它完全就漫进整个村庄里面 整个村庄目前为止来说 就逐渐到这边淹水的这个情形 所以现在台西村的顶庄村 有1400人已经要撤离掉了 对 没错 大家要撤走 周边六个乡村有 这个淹墨是4000多人要撤走 另外一个是什么 巴掌溪 巴掌溪是我的家乡嘉义 我们嘉义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水 目前为止来说 他就说从山区汇进来的 我们讲嘉义的那个军灰桥那边 那个桥都已经快被淹没了 淹没你知道 所以大家这个真的 嘉义的 这是巴掌溪 巴掌溪很少 你看这军灰桥 就几乎快被淹没的一个情形 对 我们那个地方 我们很多这个家人都觉得 哇 这个很多年没有下过这么大雨 那你跟他 二人溪这个地方 王姐 你看 这个民众真的好可怜 他们都几乎是完全在淹难 先把这个位置 而且你看 他是南京庚采 他说这个地方最深的地方 对 居然高达180公斤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淹水有多深的一个情形 你看连这个 二人溪也是这个样子 那你根本讲高平溪也是一样 高平溪你看 从上游啊 什么骑山美轮这几天 美龙这几天 都看到非常多的 这个灾情 好 那因为水一路灌下来 好 等一下 我们台湾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样水库了 水行这么快的这个大陆 对 没错 好 我们现在讲 石闷水库 石闷水库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蓄到八成 没有包括什么 南华水库 保险那我刚才看了这个 这个气息 水库的水行 南华水库 乌山头水库 日月潭水库 白河水库 全部都是100度 100%以上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听命要泄洪 不然的话真的会有危险 那你知道白河水库 前几天的时候 它水行只有40% 现在已经灌到100% 你就知道说 你下灌本是60% 你就知道说这个水量 到底是下得多大 下得多不配 而且我其实最夸张是 你知道 真文水库非常大 真文水库的整个容纳量 其实可以跟翡翠水库相比 是 真文水库的水也冒上来 而且它已经这样 它从昨天到现在为止 它已经放掉一个 南华水库的水 你就知道说你看 我就讲 为什么下游会真的会遭受到 很大的压力 就是你看 这么多水从上游放出来 然后又遇到涨潮 然后风就这样吹进来 当然中南部 特别是台南跟高雄 真的 我觉得这水晴来说的话 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且刚刚讲 你现在不是只有海边里面 山区的这个水晴 都非常的严重 像我们看到我们南投 南投刚刚讲 这个猫螺西氾滥 猫绿氾滥刚刚讲 包括像埔里 包括竹山 包括庐山 对 全部都淹水了 没错 那猫螺西来说的话 你看 包括像在南投这个地方 南投地方的守城桥变道 你看完全被冲掉的一个情形 大家想说 好不容易建好这个变道 又被冲走了 那你看这很多变桥都被 竹山也是一样 那你更不用讲 再往上游去的庐山 庐山来说 原本他就已经很多人撤离 就没想到这一次 我们记者去这个庐山拍的时候 很多周边原本是 离水岸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庐山 已经撤离过很多次 所以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都要确保说 我们不会遭受到河水的侵袭 你看已经都漫到这些地方 甚至还有很多中间 你看这个路 这个所谓电线杆 已经都在河水里面泡 你说到那时候的这个雨量 跟水量到底是多大 目前整个山区 所以你说这是一个全面性的 也就是说 今天从彰化雨南 彰化南投云林 嘉义台南高雄 到平东都有 对 你刚才看到这个细腻乡的 这个道路也都是一样 柔长寸乱的这个局面 那我们讲台南也是一样 台南后壁这个地方 你看后壁这个地方 你看他整个水完全的漫起来 变成汪洋一片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我讲后壁那个地方 就是巴掌溪 巴掌溪就是后壁水上 那边经过的时候 他现在这个巴掌溪 整个水漫过来的时候 就你看导致整个 这个后壁这个地方 也是水淹的非常多 那除了这个 我们在往北看 云林也是一样 现在我才说 现在云林开始要下大雨 你说连陡南都淹水 对陡南陡六都是一样 下大雨的这个情形 你看这个 你看都已经淹到这个 轮胎的这个一半的这个状况 甚至还有还有车子呢 已经被灭顶的这个情形 很多地方 因为他原本地市就比较低洼 现在也是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那你看 曾文西 曾文西也都是 完全都是非常多水 现在等于是说 这个曾文西都暴涨了 现在等于是说 就是南台湾来说 真的完全都是水 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要担心 中南部的这个 这个雨量来说话 恐怕 还会再持续往上修的一个状况 好 雨雪 今天晚上就看到 昨天有的高雄那家 这个雨也太可怕吧 昨天在入夜之后 整个雨像道怪一样 又是雨又是风 觉得非常的恐怖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以后 你发现高雄是整个地方 全部泡在水里面 连它最重 最有价值的道路 在美术馆前面 全面也都汪洋一片 那大家想怎么那么严重 我们在前天的时候就讲 要非常注意这个新南气流 意味着就像莫拉克八八风灾一样 它不是本体一样 带来的新南气流 带来的雨量 那更可怕 我们觉得那个要注意 当时很多人觉得 你会不会太危言耸地 果不起来 今天去预测的水量 高雄在三区里面 已经达到2200毫米 2200毫米 这等于是一年的雨 一年的雨 它在一天就把你下光了 保罗哥高雄这次22区 全区通通都是在 我们讲这两天短短时间 这里下完一整天的雨量 因为你刚才讲 三区有2200毫米 不好意思 你看到这些平地地方 包括我们讲的棋岩谷 也就是棋山 岩城 然后谷山 这些近海的地方 通通食雨量 我们讲累积24小时 都超过1000毫米 都超过1000 对 所以我讲各位 这是必然发生的 因为你就高雄来讲 你说雨萱为什么这么离谱 你看包括我们这个画面 整个爱河呢 全部都这个叫液堤 你说 这是爱河 对 爱河完全冻不住啊 各位你知道什么叫液堤吗 就是它整个水满了 但它堤防没有溃 但满到怎么样 直接从堤防旁边溢出来 我最近有一个印象 有一个开特斯拉的车子 开着开着 你就这样子路上行踪 然后那个水不断灌进来 我过去看这个画面 那都是在其他的国家才发生的 我没有想到刚刚那个画面 开着特斯拉水不断弄进来 居然在高雄发生了 对 没有说为什么 因为当然有些我们讲车主 他就赶着要回家 心急如焚 想说我可能家里呢 就是个我们讲的 有财产损失的 也有水产损失 所以各位你仔细看 它这个高度大概多高 其实你大概一公尺高 所以他本来想说我电动车 我不怕引擎进水 对 我就硬要开 就开着开着不好意思 你就算电动车再厉害 你有没有看 外面下大雨 水冒进来了 你特斯拉又不是防水车 你以为是两栖登陆键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开了 他自己觉得不太对 我跟你讲 最后这台车整台直接报废了 是假的 当然报废了 你整个电子泡在水里面 怎么能活下来 而且各位 你包括我们讲的 特斯拉 不只是这样 你像他们高雄这种 古山美术馆这个地方 也就是现在讲的高雄最值钱的 就是这条街 就是古山美术馆的豪宅区 就你看到 这变成黄河了 当然我跟各位讲 所有高雄最有钱的人 基本上都住这边 为什么 因为这边古山美术馆 平均一瓶要价 可能要七十几万 但你看看 这像是七十几万 所买到的品质跟都市吗 当然不是嘛 因为连这么样的豪宅 如果都难以幸免 而且它淹水的高度 至少高达一整个轮值的高度 代表那个叫什么 水淹将近快要急溪 甚至在膝盖以上 所以换言之 所有的区域高雄22区 宝德哥都列为一级淹水警戒 没有人信免的啦 不管你是在沿海地带 这三区 通通都一样 而且它连北边的左营 跟现在刚才画片 我就看到奇怪 很多人那么挡在那边干什么 搞了半天 他们的这个停车场要淹水了 全部都挡在那里 当然啦 宝德哥因为吓死了 我跟你讲 左营这个地方 桃子原路 一样 这个也是豪宅 但你会看这群民族很奇怪 大家干嘛逆水行走 又不是龟云 然后在那边前面挡着那个挡泥板 因为旅游很简单 他们很怕挡泥板会被冲滑 理论上来讲 这个挡泥板是要干嘛的 阻挡水往地下去灌 但很显然 它的排水系统已经失灵 而且挡泥板也挡不住水 它为什么要用手去撑在那边 旅游很简单 如果挡泥板滑掉怎么办 出来了 那就大水燕镜龙亡掉 你想想看 底下多少都是什么B4 B&W 宇恬 这番框克 你觉得这水族箱是不是 这不是水族箱 这是某个家家的家庭面 家庭面 我把这个所谓的门关起来以后 外面全部积水 积水之后 那个水还从底下冒上来 最保留的我们大家想说 刚刚淹水讲的都是一楼 不然就地下 那我们住高楼层总的问题吗 错了 就是高楼层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们所看到的阳台 它事实上就是在高楼层 但你有没有仔细说 它整个阳台积水 积到你以为像是空中水族箱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看到它水不动的往外漏 但它是必须要到什么 到大栏以上的位置 等于就是说它完全没有任何排水功能 它底下的排水孔已经堵住了嘛 所以它为了要防范 赶快把这个玻璃关起来 就关起来发现 我这个玻璃虽然说是细密窗 但不防水啊 就是水你看 就从边边的这个缝隙 不断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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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吓到赶快把毛巾一个一个掉 所以从底下冒上来 所以你看到它就是由下往上喷 代表那个水太大了 压力多大 压力太大了 一直往上喷 一直往上喷 所以你看很惨 就高尘也是会这样子 而且我们过去看到 在中国在很多地方 看到大雨来的时候 会造成飘飘河吗 没有想到飘飘河的景象 居然在高雄发生了 那可是太离谱 你知道为什么太离谱吗 因为你仔细看看 飘起来那台车是什么 它是休旅车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休旅车 是特别大台那种 代表说这么重的东西 都能被这个水给推动 你就知道整个 第一个淹水而淹到非常高 它可以产相对的浮力 再来那个水流动是大 才会把整台车子 我们讲推了走 而且他们整台车在水上 飘来飘去飘下去 第一个撞到人怎么办 第二个也不知道 里面到底有没有人 他们说这画面太可怕了 但你以为只有汽车这样吗 不是 停在路边的机车更倒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路边的他们就 高雄正宗的地方 机车真的被飘起来了 你仔细看这台车一飘一飘 你以为它是什么 没有主人 他不是 这镜头在往边带 你看一下那个穿紫色鱼衣的人 好无奈喔 为什么 我的车子不要走啊 我的车子就在我眼前这样飘走了 他完全没办法 而且你知道这个水深已经过溪 过溪他要跑也跑不动了 他也不敢去牵 他等下飞去整台机车拖着走 怎么办 因为水流很呛 你看他那个水一直往他往前推 往前推 连他的脚步都跟着往前走 而且你看 高雄不只是我们讲外面下大雨 连里面家里很多 整个我们讲排水系统通通都失能 你知道为什么排水系统失能吗 比如说一样 在三明区有个地方 他也是在高楼 就有保健跟他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人在坐在家中就或从马桶来 你知道马桶发生什么事情吗 倒灌 从马桶倒灌对 因为整个排水系统真的都是水 因为我们知道高雄把所有的虚荣池都卸掉 但是还是满了嘛 就你知道看这个马桶他怎么样 我们看这个画面 他水不断的从马桶一直流出来 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 他一连到说他整个家里面 通通全部都是灾情 所以他就是天哪 我也在高楼 我家也没有进水 竟然连我都成为受灾户 所以刚刚讲的 连这个寄宫项底下都被淹掉了 对 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寄宫就是一个想法 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南宝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这是高雄凤山非常有名的一个寄宫庙 结果没想到寄宫庙下面的 一样通通水淹成一片 而且Polo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对啊 整个神明啊 他周遭全部都是水 而包括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土地吧 我们刚刚聊到的 通通都是位在港口附近的这种清华地区 但事实上你会想 对啊 宇轩 那山区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也有 山区包括我们讲的龟山 也是六龟这个地方 他是已经比较靠原高雄县内部的这个地方 包括美龙也是 结果有淹成汪洋 就像路总看到的汪洋也一样是一片 然后呢 要吗 今天你看到整个泥石流产生崩塌 前天就特别提醒说 这个凯米台风本体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非常厉害哦 它非常快速的在集结 在吸引热量 但是你特别提到 这有一个非常长的新南气流 这个新南气流从孟加拉湾一路的过来 你说这个东西在过去的巴巴风 在过去的所谓的凡大比台风 都对我们的中南部造成影响 要高度戒备果不其然 这个已经对高雄对高高频造成其他影响之后 它现在慢慢往北推 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是 整个云嘉南今天晚上都是雷雨交加 对的确 这个西南气流 也就是我们讲的 现在看到这个是 1500公尺到3000公尺的风速场 风速场 前天我给他看的是水气场 所以说风速水气场 等于说它是一个低沉的喷射气流 它从跨翅道带过来 这个长长的水气流 那就会造成 它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气 让这个台风持续的加强 持续的变强 所以说为什么台风 它昨天我在守这个台风的时候 发现它本来是中路台风 突然到了晚上 变强烈 变成一个强烈台风登陆台湾 所以这个加上我们有个黑潮价值 所以说而且八八风灾 是我今天这次这个台风 跟上次的八八风灾 是我首次看到 第二次看到就是一个长条的云带 围停在南部地区 包括了高雄 云带停在高雄 对那个符合带在高雄这边 那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这边 因为本身如果是只是西南气流 高雄的这个雨不会这么大 可是它加上了台风本身的这个西北流 加上它的这个西南气流 就在高雄的外海復合 復合的过程 然后现在又慢慢北台到 嘉义又北台到云林这边 所以今天晚上 的确这些地方都要非常注意 它的这个 你说云加南都要高度戒备 这个大大的这个 大大的这个降水 好那我们看到现在 那个开明台风已经离开 中心点离开台湾了 可以说它带来的这个西南气流 还会对台湾造成冲击吗 的确 这个因为它的这个范围非常大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大 这个是它的这个 你看到它这个尾巴 这个是可见光的云土 整个是这样子上来的 所以它的中心点虽然已经离开了 可是这个尾巴还这么长 对 它这么长上来 而且你看到它最强的在这里 这是它最强的这个雨带 这个是红外线的卫星云层 它卫星云土可以看到 最红的地方就发展最高的 表达对流非常旺盛 里面充满了雷雨 雷雨包 然后一波一波的进来 你说现在才在 它这个是现在进行式 没有 这个是早上的 那现在它就往北边推了 我们刚刚看到前面 那个看到那个 已经跑到那个嘉义这边了 所以说就是昨天晚上 它登陆之后 然后这整个就上来了 就开始进来了 所以高雄会这么惨就是它 对 就是这个 这个最大的这个 它的这个西南气流 加上它本身台风在这个位置 它符合过来 跟它的这个进来的这个 就在这边产生一个符合的雨带 这个雨带让高雄地区 今天汪洋一变 就是主要的元凶 好 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个气象鼠 他们做的这个 今天跟明天的预报 现在今天整个 从早上到晚上 还是你可以看到 云林以南 这整个都是红的发 白发紫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就是最 雨量最多的地方 上午的话是 昨天晚上到今天是 上午是高平地区 然后到了今天的下半天 到晚上的话 换成嘉义跟云林地区 随着它这个 这个台风慢慢往北移的话 它这个雨区会往北台 不过最多就台到台中这边 所以说到了今天晚上之后 这个山区还是持续下 在这边的话 看北边的高雄 就减少了 高雄减少 这边就减少 你说沿海减少 但山区还是非常严重 对 还是很严重 然后一直要到明天 明天的话 整个一进去了 因为它的暴风圈 到今天晚上午夜的话 它就脱离台湾本岛 然后这个 然后可是到了明天的话 山区还是持续有这个新南风 就是变成单纯的新南风 那就会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也是一直到礼拜六 到周末 整个进到大陆地区 才会比较缓和 对 从这张桌 更可怕的是 这个台风 刚刚讲凯米台风 到了这边 到了居然跟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拔河 跟我们的中央三半 居然拔河 撞到了以后 又往下 做了一个V字形 再往上 所以它对花莲 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了 对 可以看到 这个台风 当时它接近花莲的时候 它整个这就是外圈 就是它的最强的眼墙 眼墙是风大雨大的地方 所以说 当时我们本来研判说 它直接应该就进到中央 进到这个南澳这边 就登陆进去 可是它的这个导引气流 那个时候 突然好像减弱了 它就变成说 在这边打转 打转之后 它就变成说 本来它的南边的向线 应该不会影响到 花莲地区的话 它就反而是这个回坡 就一直打到这个花莲 所以造成花莲这边的 风强雨大 而且多呆了 大概差不多六到七个小时 那这不单止影响 东部的天气 也影响到中南部的地区 中南部地区的话 它这个跨这个外围的环流 持续那个时候 晚上就开始累积到 高雄 包括这个南部地区的 这个雨量 所以说你在这边停月球 对 对整个的我们的西南部 造成影响更大 是 没有错 因为它停留的时间 所以说 为什么气象局 它统计的整个雨量 就是从礼拜二到 到礼拜五 这段时间 它统计的雨量是 2200 现在提升到2200毫米 这不就跟莫拉克一样 对 莫拉克 不过2800左右 对 所以说 它停了越久 对我们的影响越大 而且台湾现在本来就是 怕雨不怕风 风的话 大概一阵就过去了 可是雨的话 累积下来 包括了淹水 土石流 山东 通通都会复合性的灾难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 玉峰 刚才讲的 这个昨天 这样子让人家印象深刻 本来说在昨天的时候 就应该穿过了宜兰 在宜兰了以后 你应该在桃园 结果没有 它从宜兰进去了以后 还是宜兰在南澳 但是它从新竹 可是这样子 应该在这边转转转转转 大家没有想到 花莲真的重创 如果看到花莲那个状况 一个隧道 整个被掩埋掉 还有一个夜市 整个都变得非常残破了 对 因为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造成花莲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二度重击啊 其实在眼前 在外面在转的时候呢 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风雨 然后转了一圈之后呢 续近连来又撞一次 所以这次来讲 对花莲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一个惨烈啊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花莲那个东大门 那个夜市 你好像经过一个战争的场面 对 我们现在看到 东大门的画面 这个画面大家看到 会觉得很可怕什么画面 因为它已经没有营业了 所以呢 它带出来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收在棚子里面的 而且比较可怕的是 它已经收在里面了 对 它有很多的是 它的营业的一个身材工具 它的大型的那一种冷冻柜 是拉在最后面的最后面 你不是说我放在前面 然后呢 你吃吃饭的这个桌椅被冲出来 我是已经把它拉到最后面 然后呢铁门锁下 我铁门被你冲开 然后呢 我后面的冷冻柜被你拉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当初这个风雨 对他们来讲 有多么大的一个可怕 然后呢 这些画面是什么 这些画面是 你风雨来了之后 你炸下去之后呢 哇 你在这些里面的状况啊 是完全挡不住 然后整个就崩起了 那这对于花点来讲 其实是非常非常要命的 所以我只看到说 现在这个残破的状况 其实照样讲 它铁门是拉下的 所以难怪 有的有铁门 有的没铁门 没有铁门 对 这铁门被吹开 铁门被吹开之后 里面的东西被吹出来 对 里面的那些身材设备 其实都是非常重的 好 这个是东大门 另外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花点这个机程车司机 这个画面我们看到也是吓傻了 风雨 机程车要过去 机程车过去之后呢 出了气头之后呢 竟然慢慢地翻滚 为什么 因为风雨大到不行啊 你想想看 真的不行之后 它慢慢地退… 想要找地方去躲 问题是你整条巷子 没有地方躲 所以就看到这台机程车司机 这个小黄 真的是我们常常听不上讲的 走不路 退不路 你往前又往前不了 然后往后退了 也没找到地方 所以这个花点来讲的话 这个风雨 甚至会造成这个招牌 这个花点意识工会的招牌 你可以看到 它这种是属于上墙的 这种大型的招牌 它这种大型招牌 竟然是直接拔起来 然后就像是钉子一样 钉到马路上面 这个如果是有人经过的话 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伤亡 然后除了这招牌之外 花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店 这个咖啡店 它有一个摩爱的一个头像 这个头像当初是出动吊车 把它吊到它的二楼上面 结果呢 在二楼这摩爱头像呢 竟然也被吹了下来 这就是摩爱 摩爱的头像 而且这摩爱头像 不是你在好诗多看到那一种 一个半身高的那一种 它是一层楼高的 它是3.2公尺的 而且它是 它非常的重 它当初是用吊车吊上去的 然后呢 也撑不下来 就直接被冲了 直接被吹到地面上面 那你更不用想的 现在很多的变地箱 根本就直接爆炸了 对 这个也是在咖啡店门口的一个变地箱 而且它炸了非常久 所以很多的民众是 慢慢的拿起手机还可以拍下来 然后呢 这个画面 大家觉得这是世界末日 一个变地箱 竟然可以这样走火走电 然后砰砰砰砰砰砰砰 这就是在花莲 他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惨况 玉宝 另外一个非常不幸的时间 才发生在花莲的地方 刚才讲的 这个女儿想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 刚好底下停了一台车 居然砸到后面 砸到后面 造成了一死一重伤 上面是一个门诺医院的护理 护理师 护理师刚刚下诊 要回到家里面 居然碰到这样的不幸 我觉得这画面看起来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胆战心惊啊 这个女生呢 她是医院的护理师 先生开在前面 然后他跟小朋友 七岁的小朋友坐在后面 结果你看这个画面 这个宿舍上面竟然有一个违键 然后这个铁皮被抢锋给吹垮 吹垮之后 把女儿墙给弄下来 弄下来之后 这女儿墙竟然直接滴滴 然后打到了这台车 这台车也太脆弱了吧 这台车的后面 你看这台车的后面 已经完全猫掉了 然后这个驾驶 他先讲说 怎么回事啊 赶快往前开 一回头 天啊 这个女儿墙打到的后面的西柱 西柱前面的这个后座是谁呢 就是她的太太 跟她七岁的小男生 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 然后呢 马上又送回门洛医院 送回门洛医院的时候 大家其他护理师 集中护理师说 这个是谁 这就是我同事的小朋友啊 我同事跟同事的小朋友 所以是昨天下午 因为台风 就有医院下午休整 休整以后 他就等于中午过后 要离开医院返家 就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 然后遇到这个事情 那现在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严重啊 妈妈不幸已经往生了 那这个小朋友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就是 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那大家都希望用集气 然后把它救回来 但是大家就想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上面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铁皮 然后到现在来讲 这到底是不是违贱 这个铁皮是怎么回事 当初的女儿墙怎么长上去的 到现在花莲 讲的不清不楚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2009年的时候 这一栋大楼 就是这个样子嘛 就是这样子 然后干干净净的 这个应该就是他原本的 主结构的建物 好到2022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奇怪这是什么东西 搭了一个东西 对搭上去了 好你搭上去之后的话 为什么一定会有铁皮 你如果有做违建 或是你有做一些 其他的一个针建的话 你怕有下雨嘛 所以你会有一个铁皮上去 可是昨天的 这个花莲风大雨大 所以把铁皮给拉下来之后呢 又砸到了这个女儿墙 但是如果你是原本的结构 照道理你女儿墙 不会这么脆弱 因为原本的结构 你会算一个结构力选 你会把所有东西拉住 你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跑台风 我们看过太多 铁皮飞来飞去的 所以这是违建的关系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违建 可是到目前为止 花莲县政府还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那到底是不是违建 好另外就是 在台铁重得到和人断闹 导播派到这个隧道 这个隧道根本就已经被淹没掉了 其实 重得到和人之间 之前的洞室洞山 才发生这个状况 已经想办法把它抢修了 可是这次风雨来之后呢 并不是泥沙 不是水 而是又是土石流 土石流整个蹦进去 蹦进去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隧道啊 整个都把它给压进去了 压进去的过程当中呢 几乎让它这些东西 都没有办法有一个空间 那另外来讲的话 他们在抢修过程 才遇到山崩 所以大家一路狂跑啊 在这个隧道来讲 在这个隧道段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惨烈